近日,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,自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至今,沈阳局集团公司所负责的中欧班列开型班列和运量上均逆势增长,尤其是在防疫物资运输方面,做到了应运禁运,助力欧洲防疫。 据了解,沈阳局集团公司将国际合作防疫物资纳入重点保障运输,采取优先乘运、优先装车、优先挂运等措施,做到应运禁运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共运送口罩、急救包、防护服、罗文枪、护目镜等防疫物资32376件,1044.9吨,主要到达俄罗斯、德国等国,再分拨到更多欧洲国家助力疫情防控。 据介绍,除了防疫物资的应运禁运,为给外贸出口货物运输提供更多便利,沈阳局集团公司推出优惠举措,通过下调部分线路运费,扩大沈阳始发站和欧洲终点站的辐射范围等方式提高性价比。 截至6月17日,沈阳局共开行列车191列,同比增幅38%。运送货物16402标箱,同比增幅33%。 在疫情之前能达到3-4列,基本不是有什么疫情的影响,现在。疫情没影响到现在的沈东中欧班列的一个量点。 到战是俄罗斯的,现在能走13列,就是到德国的,就是最远的目的地德国能有一列。 大概能达到600多吨吧,600多吨,就是净的货重是600多吨。 据悉,从沈阳到莫斯科的中欧班列,国内段运行时间仅为24小时,全程运行约12天,比海运节省三分之二以上时间。 因此,除了东北地区外,上海、江苏、浙江等地的货物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海运送至大连引口,再由列车运至沈阳,最终从沈阳城上中欧班列走出国门行至欧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